打击对手居然用这样的方式来看这是桃园这一家经营半长袋的公司 为了呢就独占高达上亿元的半长袋的市场 涉嫌找人去砸竞争对手的店面 甚至还泼漆来恐吓 而行之局昨天的兵分多路 把几位的主贤一网嘎进 冲下车的头号目标就是对准店里的索尔摆设 这群守时球棒的凶神恶煞明显有备而来 因为他们看到什么就砸什么 一整面的柜台玻璃完全被打碎 短短不到一分钟整个公司满目疮痍 很难想象杂电的背后动机 是为了半长袋市场背后的庞大利益 跟着歌词开心唱着歌 这些半长袋背后有着上亿元的版权费市场大饼 这家影音公司多次以暴力手段 威胁台北桃源的店家购买他们的半长袋 甚至贩卖的盗版半长袋遭同业检举时 还会心识问罪报复 婆妻砸电通通来 这些公司就会找上这个竞争的公司 然后进行砸电 然后或者针对他们的华务部门的人 进行殴打恐吓 甚至在法庭内公然嚎啸 为了抢夺市场 不孝集团不惜使用暴力 棍棒齐飞 让原本应该欢乐的半长时光 彻底变了调 主任新闻陈家民陈文正 台北报导